在蔡建甫不认九二共事的前提下 来台的陆克人数也越来越少了 让蓝宁的现实收场真的看不下去 9月中主动登陆争取陆克 而这似乎真的有效 大陆的业者马上就推出了 国台办蓝色现实之旅 这行程都是蓝宁执政的现实 不过就让民进党立委批评了 这叫做瞎子摸想团 时间回到四个月前 日月潭风景区被陆克挤得水泄不通 这样的光景有可能在民进党中央执政下 再度重现吗 一同攜手特地跪台 继续为两岸关系 打造幸福友善的愤怒 洛克不来旅游业叫苦连天 国民党八个执政县市首长 干脆登陆讨红令 大陆国台办大方回应下 大陆业者就推出了国台办蓝色县市之旅 六天不到两万块新台币低价 景点包括花莲泰鲁阁风景区清水断崖 新北市的延流九份英哥陶瓷博物馆 南投日月潭台中逢甲夜市 苗栗玻璃工艺博物馆新竹城隍庙等 绿色县市只有少少三个点 你经过南八县那其他还有很多物资商品人员 是其他的县市留的 留过来的吗 那如果是这样能够一刀切吗 如果切不干净的话 那这个部分所谓只去南八县去旅游 有什么意义 是希望说陆克来台的这个部分 能够对所有的台湾民众来讲 都是有利的有益的 而不是把台湾切割成不同的部分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曾经的陆克热门景点 故宫阿里山都没上榜 陆克成为政治手段 观光路线被硬身切开 虽然蓝绿都不乐见 但陆方一连串刻意作为 新政府怎么接手才是重点 欢迎新闻 廖文普黄云成台北报导